空姐在众怒魁魁之下脱下丝袜露出了眉腿 而她之所以这样做 原来是这架飞机的起落架出现了故障 所以必须紧急迫降 她脱掉丝袜才能避免烧伤皮肤 小姐 请把丝袜脱下来好吗 不要紧的吧 不行 一定要脱掉 但这还远远不够 空姐还要求旅客将身上的饰品都取了下来 此刻飞机的燃料也仅能够维持十几分钟了 地面上的消防队才刚刚到达跑步 哪怕他们能用最快的速度喷出泡沫 也无法在十几分钟内将五千米的跑道全部铺满 指挥长立即做出了决定 只往最关键的位置喷洒泡沫 同一时间 能调动的医护人员和武警全部赶到 当乘客们得知飞机需要紧急迫降后 每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有人吓得神志不清开始在飞机上大吼大叫 也有人默默跟家人写下了遗嘱 这是1998年9月10日的一场震撼了全世界的紧急迫降事件 当时这架来自上海飞往北京的MD11型科技中 它像往常一样满载着137名乘客呼啸起飞 但就当飞机起飞不一会 驾驶舱内的机长就意识到不对 因为本该是绿色的装置灯却突然变成红色 于是他叫助理打开起落架重新尝试了一次 然而在调整过后 装置灯依然是红色 机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 接着立刻向指挥中心汇报情况 随后就驾驶着飞机准备返航 而客舱里的乘客们得知要返航的消息后顿时惊呆了 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不安 地面的工作人员通过望远镜观察 也是确认了起落架无法正常运行 同样这就代表着就算飞机返航也不能正常着陆 没一会的时间 乘客舱内就传来空姐轻柔的嗓音 因为机械故障这架飞机即将返回虹桥机场 同一时间航空公司也都在纷纷朝着机场赶去 公司很清楚一旦起落架不能放下来 飞机着陆后摩擦的火花会导致升高温度 最终将引爆邮箱 很快航空公司的总裁与机场负责人以及市长 就开始焦急地聚在指挥室内讨论 不论你们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一切责任都由我们来付 这时总指挥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要求机长驾驶飞机从高速降落 下降到离地面30米时再迅速爬升 或许凭借这样的反作用力就能把起落架甩下来 而机长看着飞机慢慢下降到预定高度后 接着他猛然一拉操纵杆 一瞬间就飞到了数千米的高空 这剧烈的晃动让乘客们惊慌失措 然而做完这一系列后 那抹夺人心魄的红色却依然还在 空姐也是赶紧拿起电话试图安抚乘客情绪 但乘客中的一名负伤并不傻 听着对方不太好听的言语 无奈的空姐也只能强装镇定继续安慰下去 最终随着另两名空姐的加入 也总算是安抚住了负伤的情绪 这时地面又提供了另一种解决办法 要求机长做出机动动作 让他用300海里的速度做机转弯来将起落架甩出来 可这剧烈的震动瞬间就使乘客们呕吐起来 但即便如此 驾驶舱里的红色警报仍没有恢复 地面指挥部的人终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随后就开始调动武警消防以及医护将他们派到机场 他们要对这次意外事件做出最坏的准备 这时波音公司终于给了解决方案 但这个方案却是开关液压系统 可这套方案他们在半小时前就已经尝试过了 等到起落架接触地面的一瞬间再急速上升 这样才能最大的利用震动与反作用力将起落架震出来 随后机长吩咐乘务长 让他尽量去安抚住大家的情绪 而且还要把所有乘客都转移到飞机的后舱 因为一旦行动失败 起落架就会产生火花 那时驾驶是与前舱里的人就是率先倒霉的 而当乘客们一听要转移后场面顿时大乱 有的人想要带着自己的行李 有的人争先恐后挤着前面的人 还有人刚睡醒对所有的一切都一无所知 然而那位富商却依旧在椅子上端坐不动 因为他消极地认为大家一会肯定都会隔屁 此刻的富商在死亡面前也完全没有了之前的嚣张 随后空姐一把抱住了她的脑袋 然后揽在胸口处静静地安抚着她 紧接着所有空姐走进了后舱 然后开始交给乘客们正确的冲击姿势 首先要把两腿分开后两臂交叉 然后将头埋在两臂之间 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减少冲击造成的最大伤害 这对年迈的老两口是第一次坐飞机 老头嫌弃老伴太啰嗦 直接一把就将他的脑袋按了下去 而妇女则把孩子轻轻放在腿上 一手紧紧抱住孩子一手扶着前移 与此同时飞机很快就下降到了300米的高度 眼看就要即将与地面接触了 可即便机长顺利完成了操作 但那道夺命的红灯却依旧没能熄灭 这道红色简直如同死神的镰刀 即将要收割飞机上137名乘客 以及所有工作人员的生命 与此同时飞机上的燃料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 上面的时间也似乎是他们的死亡倒计时 傅商这时拿出了一张照片 上面跟他合影的那人是老友 但老友却在上个月的空难中离世了 傅商强忍着伤心为自己擦去了泪水 最终他慢慢回归了平静 似乎默许了自己将马上死到临头 与此同时后舱的一名乘客突然解开了安全带 接着缓缓跑到空姐那里 空姐将他摁在了座位上 这个男人是一名厂长 他行李箱的八十万两千四百五十块 是他们全厂工人赚的血汗钱 合伙人要求让他用银行转账 但他却害怕不保险 因此也是决定坐飞机将这些钱亲自送到厂里 是我知道你们飞机上有那个黑箱子 当你们扔黑箱的时候 把我那笔钱一块扔上去 托个好人带到我们厂里 我跟你下跪了 后舱内的一对老夫妻也在此刻真情流露了 老头对这几十年来一直没给老伴过生日充满了愧疚 别说了我知足了 就是有的时候你的脾气太坏了 不说了不说了 与此同时驾驶室的副机长也点起了烟 抽一口 过去我还是没这口福啊 应当严格遵循的驾驶条例现在全部扔之脑后 从不抽烟的机长也猛吸了几口 戒烟十年的大副也重新抽了起来 四人开始在驾驶舱里聊起了自己的孩子和家人 在这生死关头 家人是他们唯一的牵挂 地面指挥中心建议机长开启机舱门 看看能否用人力拔起降架放下 当然这样的行为非常危险 稍有不慎就会被狂风吹跑 所以要不要冒险现在取决于他们自己 接着机长把飞机降落到距离地面450米 这样可以将气压降到最低 同事也连忙把大副的安全带系好 可无论他再怎么系 在猛烈的气压下人造的东西也不过是玩具而已 随后大副把地板撬开 拿起榔头就离开了机舱 机长试图保持平稳的驾驶飞行 同事则紧紧抓住安全绳 而当大副打开舱口的一瞬间 狂暴的气流顿时就让他变了表情 他强忍着窒息感一点点向下走去 开始用手中的锤子不停地敲打着起落架 然而不幸的是 起落架上的锁箱已经断了 这也就代表着永远也无法再把起落架复原了 到现在他们只剩一条选择 那便是紧急迫降 地面指挥中心立即商议对策 按理说降落的危险并不大 但这也只是一种假设 因为成功迫降的事件在全世界都不多见 是否能顺利着陆要看飞机哪里先着陆 如果飞机头部先朝下着陆 就会在地面上擦出无数的火花 最终造成引擎失控油箱爆炸 同时产生的残骸还会随着爆炸撞向地面大陆 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在草地迫降 可是现在飞机已经没有足够的燃料 无法对飞机进行所需的制动 由于草地会产生巨大的摩擦力 恐怕这架飞机到那时也会被劈成两半 那么整个飞机的人都无疑幸免走向死亡 最终指挥官决定选择再跑到破价 但这样做就需要喷洒防火泡沫 以此尽量减少飞机着火的几率 但现在可供的消防车还远远不够 并且加上备用燃料也只剩40分钟的时间 消防车的极限距离也只能喷洒300米 对于1000米预期的距离还远远达不到 最终指挥部决定仅再跑到两边喷洒泡沫 先是喷完两边最后再用剩余的时间喷中间 尽量在短短的时间内减少飞机着火的几率 与此同时由于气压过高机长布特诺 他习惯性地敲了敲墙壁 乘务长在后面递来了一条毛巾 而两人也正是一对夫妻 在出发之前他们还发生了一场争吵 机长表示后舱是最安全的 接着让乘务长把乘客的所有财物全部移置后舱 机组呢 有多危险 不知道 告诉我 少有不慎 轻则伤 宗主 我也不知道 就这样孤注一掷的机长在告别了妻子后 便缓缓回到了驾驶舱 回家再找你算账 记住了 随后乘务长就让大家把锋利和毅然的物品全部取下 甚至连鞋子与丝袜也包含在内 老太太只能强忍不舍地递出自己新买的鞋 我在买新的给她 而那位厂长也把欠款都写在了纸条上 哪怕他就算死也得把工资发给那些工人 尼龙瓦会粘附在皮肤上燃烧 造成大面积创伤 与此同时机长也似乎在与总指挥长道别 留下一眼准备将自己的孩子托付给对方 随后他让年纪最小的二辅离开驾驶舱 让他去后舱内整顿秩序 而留在驾驶室的三人也都是十几年的老兄弟 三人接着合力地握了握拳 随着飞机即将降落 地面指挥员马上轻出跑道 如今数百米长的泡沫已铺好 机场附近还有消防车和救护车在旁边待命 关键时刻终于到来 飞机即将着陆了 这时机舱里的灯光也全都被熄灭 空姐在舱内大喊着所有乘客做防冲击动作 而机长则拼命地拉动着操纵杆 尽量降低飞行速度 终于起落架成功接触地面 飞机接着沿着防火泡沫不断滑行 机长拉动操纵杆让机头翘起 但由于防火泡沫严重不足 最终飞机还是擦出了火花 导致机舱里不断地震动 而外面的救火车也纷纷待命准备随时救火 机长竭尽全力使飞机保持安全平稳 机长竭尽全力使用 最终他们沿着泡沫的最后一段路程急迟而去 消防车马上打开水枪降温 所有的武警也前往飞机旁救人 急救车配合后方等待 随着空姐开启紧急逃生口 滑梯快速就膨胀涌向外面 这时乘客们纷纷朝着出口跑去 从滑梯上一个接一个的滑了下来 然后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紧急撤离跑道 最终那对老夫妻和照顾孩子的妈妈 工厂的厂家以及富商 所有的乘客们都顺利撤离了飞机 这时当乘务长来到驾驶室时 此刻机长已经精疲力尽整个人都蓄脱了 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最终患难见真情 这对夫妻此刻也终于意识到 那些琐碎的人生小事不再值得一提 两人唯有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重要 在这次的生死关头中 全体人员也是迫降成功安全脱险 剧情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视频请点赞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